哈喽,大家好,我是国号集团的Sandy 那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国号的总部 也坐落于国号大厦的31层 那等一下呢,我会带大家参观我们国号集团的旗舰项目 国号大厦 也是著称为新加坡第一高楼的地标建筑 那在这里之前呢,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国号品牌的理念 众所周知,我们国号集团在豪宅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可是我们不仅在住宅方面有着卓越的成绩 我们也立志成为城市综合体的领先开发者 国号集团的品牌理念是以人为本 所以当我们在打造综合体的时候 我们会结合人文、自然生态、城市空间、商业创新 进行统筹的考虑 从而形成一个更富有活力的以人为本的商业综合体 在等一下我带大家实地考察国号大厦的项目之前 我站在我们的国号大厦的模型 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项目的分布结构 国号大厦是结合甲级办公楼、住宅、酒店、商业中心 以及城市公园为一体的垂直综合体项目 它也堪称为新加坡的第一高楼 国号大厦的竣工即将开启 丹荣巴格地区的新需求、新生活、新起点 这个项目的竣工是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地标项目 其实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是岛屿国家 稀缺的是土地资源 国号集团在打造综合体的同时 从选址的精准就意味着一座城市里各种资源的最大化继承 丹荣巴格这个区域的未来发展 南滨海新城的落成会让我们目睹一个历史悠久 结合以商业为主、时尚和文化为辅 充满活力的繁荣区域 它代表了丹荣巴格区域的转型和未来 那现在我们来到了国号大厦的住宅部分 华丽世家 在此仅181套 其实整个国号大厦的项目是非常庞大的 我们的主体部分是以商业和商务为主 住宅仅占了这个项目的16%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是 华丽世家的设施打造部分 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有远见的投资者 你一定会发现华丽世家 与其他在金融区的住宅项目与众不同 那我现在呢是在华丽世家的一楼的接待大厅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接待大厅 和我们传统的住宅项目是不一样的呢 对 华丽世家的整体的设施的打造呢 是更偏向于商务和酒店式的管家服务 我现在在海拔180米的高度 华丽世家从这里开始 当我们在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把最稀缺的资源 最独特的景观留给了我们华丽世家的业主 我们希望当您踏入家门的那一刻 即将远离城市的喧嚣 我现在在华丽世家最重要的设施楼层 39楼 在我身后您可以看到海天一线的无边界泳池 如果您曾到访过金沙的无边界泳池 那么在这里带给您不一样的体验感 那就是独享这一份宁静和风景 华丽世家这个项目更多的是为我们商业精英 和高净值人群的生活工作习惯所打造的 项目的设施更偏向于办公体验 以及小型的家庭或者商务宴会接待 在这里我们有中室、西室宴会厅、会议室、图书馆 以及家庭领域 很多客人会觉得新加坡不缺乏综合体 特别是在金融区 但不是所有的项目带有商铺或者办公楼 就可以称之为综合体 国号大厦堪称为垂直综合体的地标项目 它是具有一定规模和体量的 国号大厦目前的商业和办公楼的价值 是远超越其他商业平均价值的 因此华丽世家的售价和租金 在这一片区也是最高的 通过刚才的短片介绍 大家一定会对国号大厦以及华丽世家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相信新加坡以后还会有综合体 可是一定不是在这样的地段 地段决定价值 其实真正的高端项目 它不仅是体现在未来的升值空间 它更体现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 它是如何的保值 好的地段是需要好的项目来相辅相成 国号大厦的建筑颠覆了传统金融区的惯性 我们在这里打造了开放式的城市公园 可以承办各种类型的活动 来提升金融区的活跃度和生活气息 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提供商务人士的需求 同时也可以满足下班后人们所需要的休闲与娱乐 从而打造一个在金融区的绿色生态 我相信国号大厦这样的项目 已经成为现在以及未来城市综合体的标杆 同时我也欢迎更多的朋友 能前往国号大厦参观我们的华丽世家